政經 關不了 關不了 政經 各位同學 大家好 今天呢 我們節目很精彩 要繼續來旅遊一下這個菜犯罪集團 不過因為吃久沒人稍微 我今天去看牙醫 那有一些心得跟大家分享一下 本節目除了補腦 公平正義 抓菜犯集團之外 還有科普 最近還有這個農業知識 教大家怎麼種水果 還有呢就是這個牙醫小百科 前一陣子才教大家怎麼樣去 面對這個 lactose intolerance 叫乳糖不耐症 今天我們來談談牙醫 那在牙醫之前呢 我們來談談農業好了 因為最近很流行就是 因為我在我家的院子種了一棵 好漂亮 長滿了 我覺得我算了一下 我粗估了一下大概有兩百顆柿子 一顆比一顆這個結實累累 那我在節目當中說 有在北美的朋友 有我的聯絡方式的 如果你想分享柿子的話 可以跟我聯絡 我寄一個這個彭P親自種的柿子 果然有我的好朋友寫信出來 彭P 我給你要兩顆柿子 這叫做事事無雙 不是事事難料 叫做事事如意 好吧 那今天我的背景有點不一樣對不對 因為我把窗戶打開 那背後有一點晚霞 我覺得很漂亮 那國安局趕快拍下來 看猜猜我在哪裡 然後還可以來攻堅 好 可以來駁火 對不對 好 那這個駁火講得很好玩 這個檢察官 這個劉承武起訴我的 這個起訴書上來講到 所以我在節目中說 你不是要抓我嗎 對不對 你不要通緝我 你應該拘捕我 那你拘捕我你就來駁火 他既然把這個也寫在他的起訴書上 說證明我有頑強抵抗 那有這個武力的這個 這個暴力傾向 所以這個一定要通緝我 你說好笑不好笑 真是太好笑 這個劉承武以為他自己有暴力傾向 他就以為全世界人都跟他一樣有暴力傾向 對著鄰居咆哮啊 對不對 所以他認定說 別人他實在聽不懂我的笑話 對啊 這個也實在是 這個我們宇宙政經學院的同學要教他一下 好 不過這些 司法文件 我都會把它收錄在惡觀的書裡面 你們慢慢看 你們看了真的 看了說下巴要扶住 好今天呢我要來給大家 一開始我先跟大家打打迷 我最近就在種柿子 種的滿坑滿谷 真漂亮好漂亮喔 而且 我聽說 在 彭P除了有左右選情的能力之外 現在在台灣這個柿子好像價格就被轟抬了 因為我在節目中一直談柿子 好 來我給大家看看 我先給大家猜猜猜 你看這都是我種的柿子 我真的不騙你 我種的柿子 好 我接下來給大家猜一個謎題好不好 我現在手上拿著三個柿子 請大家猜一個成語吧 手上有三粒柿子對不對 請大家猜一個成語 我在這個第一 我在這個第一集進廣告之前宣布答案 三粒柿子 這個謎題呢給大家一個提示好了 就是我跟蔡同學的關係 用我現在這樣子的一個東西呢來表達 我跟蔡同學的關係 好 那個 請大家就猜吧 我知道我們宇宙正義學院裡面有太多這個才高八斗的 有這個曹職可以寫七部詩的 有出口成章行雲流水的 還有智商這個158的 還有1.6個博士學位的 各種人才都有 好 那今天呢我就來跟大家分享 我今天去看牙醫 這故事說來話長 你知道我從小到大 牙醫沒有賺過我一毛錢 我沒有蛀牙 各位會很羨慕我對不對 有人牙痛 我真的不知道什麼叫做牙痛不是病 痛起來要命 因為我完全沒有經驗 直到兩天前吧 我才體會到那個是禮拜五的傍晚 我牙齒痛 真的很痛喔 有點想吃Telenoy 但我忍了一下 就過去 好 那怎麼回事呢 我也不知道 因為我牙齒沒痛過啊 蛀牙你也不可能突然 莫名其妙就蛀吧 對不對 那我的牙齒為什麼這麼好 我的牙齒齁 跟1450形容我的 是不一樣的 我只是牙疼 我不是無恥 我不是沒有牙齒 我是牙也只是牙痛而已 那為什麼我的牙齒好呢 在感謝我的爸爸媽媽 因為我爸爸很嚴嘛 大家都知道 他很嚴格 他是小學老師 那他從小養成我們幾個好習慣 第一個 絕不給我們吃零食 當然因為我們家也吃不起零食了 三餐能夠吃飽不錯 所以第一個 我絕不吃零食 第二個 吃飯時間固定 晚餐幾點就幾點 你不吃不吃收走 絕對沒有那個追著小孩滿街跑 然後餵東西吃的 所以我說我爸的家教比我的家教要好多了 我就比較心軟嘛 我老婆是特別心軟 就是會為小孩開了很多例外 我爸是沒這回事 你不吃不吃拉倒 你餓 你家的是本 在彭家沒有零食 你不吃拉倒 半夜起來哭 沒用 一點用都沒有 所以我們從小就知道 桌上飯桌趕快吃 吃完趕快走 那因為你知道 蛀牙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 因為小孩子 有些爸媽一直在餵食 所以讓這個小孩的口腔裡面呢 就是一直有這個分解的糖類啊 有一些就是讓 取齒的就是蛀牙的這個牙菌斑 那這些一直都有養分可以滋潤 我爸不是 吃飯夠 20分鐘吃完 吃完趕快滾 那東西收收沒了 每天呢 早晚一定刷牙 二話不說 那個時候不流行牙線 但是給我乖乖刷牙 所以我從小到大沒給牙醫賺過錢 直到禮拜五 禮拜六晚上 對突然牙齒就痛 哎呀怎麼辦呢 那因為你知道在美國約牙醫很麻煩 結果我就跟我這個南加州的 我的小學同學啊 南加大的牙醫啊 跟他求救 他聽了聽聽聽 他跟我說哎呀你在北加 不然你就來找我 那這樣子我幫你refer一個在 San Jose的一個牙醫 他是我在USC的同學 那我說好 那就給我電話 結果我打電話去約呢 這個助理嘛 當然就是助理約了 助理就跟我講說 OK這個Doctor's appointment 你現在約呢 我們12月份 有一個時間你可以12月份看 我就跟他講說 What December I wonder if I still have teeth by then 我說什麼12月 我說我不確定我12月還有沒有牙齒啊 好 那助理笑的嘰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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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嘰 他說 I'm sorry but the appointment is full 那我就沒辦法呀 我說嗯 好吧那我就回頭求救我的同學 我說同學同學不行 這個人喔 12 就是排到12月 他說 喔 來我想辦法 好來我幫你打個電話好了 結果他就把我打了電話給他 因為我同學多照 打了電話完了之後 他立刻跟我安排當天下午3點 只是問我沒有時間 所以我就挪了兩天到今天 那我就很好奇啊 我說欸你怎麼那麼照啊 他的行程都滿的 為什麼你可以擠一個當天的行程 他說我跟我同學講說 他說因為我這個同學 在 當了這個 牙醫公會 就在 當了牙醫公會的理事長 他說這個人 這個 這個 交友廣闊 熱衷政治 他說我就跟我的同學講說 他說我這個同學 Denis 啥 牙痛 他呀 我先給你介紹一下他 他呢 很有可能是 台灣下一任的總統 這招 這個爛梗 在Washington DC 已經被用過一次了 沒想到我同學 不約兒童 也真的用了一次 他就跟這個牙醫說 這麼說 就你知道這個牙醫就當場 還打電話給我 不是叫助理打喔 打電話給我 當然因為我沒接到 他後來助理才跟我說 今天下午3點半有一個月 有一個空 你趕快來 當然我因為不行 所以我就改到今天去看 那 這個 這個 老美 這個牙醫也真的很健談啊 坐下來就跟我聊啊 我們聊了半個鐘頭 差點我就走了 忘記我來看牙齒 我們就這樣聊聊聊 那他就跟我聊 他說 哎呀這個我的同學怎麼樣 然後就談談我 他就開始跟我講 他說你這個牙齒啊 是磨牙磨出來的 我說蛤 磨牙 我說對 我說因為我前陣子 在我家附近的牙醫呢 他就說我磨牙 就給我做了一個這個 叫做night guard 就睡覺的時候戴著 這個 這個 咬著 不然的話我的牙齒就是 嘀嘀乖乖一直弄 那這個這個醫師就跟我說 他說啊 你是 是我哪一行的 他我跟你聊聊 我不是要多問了 他說因為 我們看到這樣的磨牙磨這麼厲害的 我們就問一問看他是不是stressful 就是他是不是有很多壓力 然後我就跟他講 他說啊 我剛才我沒有講太多了 我就說啊 我以前是這個professor 現在是youtuber 他說哇 what kind of a show 我說political show 他說哦 political show 他說哦 talking about what 我說啊 we are talking about the president in Taiwan and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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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說哦 那 must be interesting 我說哦 那 must be dangerous 他就笑了 然後啊 他就開始聊 我說哦 我最近才兩年前才來到美國 他說哇 Your English is so good 我說 那我剛才吃吃吃 結果他跟我講 他說 他說那你為什麼要到這把年紀才來美國呢 我們就聊開了啊 因為是我同學的同學嘛 我就說 because I'm a fugitive I'm a top wanted warrant fugitive 我說我是這個首號通緝犯的逃犯 哇我們就聊開了你知道啊 那他就覺得不可思議 他就很聚精會神的跟我聊起來了 我們聊聊聊一下一見如故 然後開始聊教育啊 然後他怎麼給他的小孩的教育 然後就談到說哦 那這個 為什麼我會這個 被這個起訴啊 或者為什麼會變成通緝啊 我就跟他講說 因為 I uncovered the degree fraud of 英文財 Lendoscopy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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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解釋了一堆 他就很感興趣 他說這個 他說這個恐怕這個歷史上應該在你們的國家應該沒有發生過 他在美國那種事情是完全不可能的 最多最多就是你們兩個呢 真的有糾紛 真的有 defamation 那你們就是去那個民視嘛 扯一扯看你要賠他多少錢 那那個陪審團就會認定說 以你的財力以他的名譽這樣受損 那大家要花多少錢 他說這種東西怎麼會用 他說因為這個 defamation 是人跟人之間的私事嘛 對不對 政府怎麼會介入呢 就你們兩個的員家你們家的事情 這個這個是美國先進人權國家的思維嘛 你兩個人為了名譽起爭執 那政府是要來抓強盜土匪的 怎麼會去介入你們兩個之間個人恩怨對不對 所以那是你家的事 你們去民事法庭喔 談一談看看 然後讓陪審團決定 這個張三要賠李四己之雞 大概是這樣 結果呢 反正我就把這故事講完了就挺有趣的哈 那他就跟我說那你一定是這樣子 他說你一定是每天喔 半夜的時候在那邊罵那個蔡英文 蔡英文 我說對你講對了 我說我老婆就有說齁 我每天晚上睡覺在家 蔡英文 黃偉 連不成 你要唸詞 他說對對 你這個stressful 他說這個東西沒解 那 我真的沒想到齁 他說因為齁 你為什麼牙齒會痛 他說你沒有蛀牙 他說因為你咬得太用力了 去咬到你的牙齒被鬆動了 他就好像說 你一直拽你的手指嘛 一直這樣拽你的手指 拽拽你的手指會扭到 他說你牙齦就這樣受傷了 那他說這個東西就兩三天就會好 為什麼 因為如果你 不再那麼用力去咬到同一根牙齒的話 他就是有點那種扭傷的 牙齦扭到那種感覺兩天就好了 果然只有 我就回來以後沒有多久就好了 我們就聊得很開心 就聊相談甚歡 最後他給我的建議是說 他說這個問題你是沒辦法解決的 所以你除了戴night guard之外 睡覺要戴牙套之外 你白天也要戴個night guard 這個叫day guard 我說真的假的 這我真的沒聽過 他說你信不信 你白天的時候照樣在磨牙 我說不會吧 他就開始拿手捏捏我這裡 他說你別動 然後就跟我做了一些東西 他說你看看 你的這個肌肉是僵硬的 就表示什麼 表示你好 常常在這個咬牙切齒的狀況 我說我沒有啊 我說我沒有啊 他說你有潛意識 就是你會比較緊張 比較在一個比較有壓力的情況 所以白天呢 要戴這個day guard 晚上要戴night guard 就這樣 然後他就問我說 你要不要就是你回去 你原來在那個你住的地方 那你原本的牙醫 他可以幫你弄個day guard 你看你的night guard什麼地方弄的 我跟他聊得很開心 我們真的是聊了半個小時 無所不聊 他擔任過理事長 還擔任過這個 他現在在念NBA 然後我們就開始 NBA 我們就開始聊 真的 他說在美國受教育 他說其實他覺得 從醫學院念到NBA 他覺得NBA對他最有幫助 然後我們就聊聊聊聊 然後最後 他就跟我講說 你白天最好戴著 要開會要講話 就把他拿下來 他說不然的話 你就是牙齒一直在磨 一直在磨 在打架 那至於你跟蔡同學的恩怨 那這個一時兩刻也解不了 那我就跟他講那個狀況 他說這個不用講了 他說你跟老美講這種情況 什麼一個人畢業了以後 經過了三十幾年論文才送到圖書館 然後這一輩子你的論文都沒有被cited 他說你光跟美國人講這一點就好了 連自己都沒有citation 都沒有引用過自己的論文 那就這一點就可以 他說你不用跟別人美國人講太多 他如果是在陪審團 不管這個人有沒有讀過書 阿公還是阿嬤 你只要跟他講說這個人的論文 三十幾年後 四十年後才出現 然後這個人的論文 在以往沒有任何人的文獻 可以找到這本論文 那這樣就夠了 好 那那個孫玉文法官不算 因為什麼 因為他從來沒有講過說 這個東西是從蔡同學的論文中 他只是說老師借給我我她的 對不對沒有人這種說法 如果你是查到的話 你一定是查到某一本 那個論文 扎扎實實有題目有內容有頁次 還有引用對不對 不會是說隨手借給你或這種 因為就是筆記嘛 就是我們講的那個那個 chapter 2 part 2 好那就這樣子聊聊聊 結果確實他給我了上了一堂課 就是說我們常常他就跟我放這兩邊 他說你看你這兩邊的這個肌肉 你沒有放鬆阿 所以平常就會這個 然後又加上我們的工作就是常會講話 所以他就叫我說你在講話的時候 或者你平常沒有什麼動作的時候 其實你都在磨牙 他只是磨多磨少的問題 那我後來他就跟我講說 如果你磨得很嚴重的話 你可能就要戴那個牙罐吧 然後他還講說 要不然就是用feeling 就是你填 但是像你這種 是上下的舊齒在磨 填的沒有什麼太大的好處 那他就說 a more conservative approach 就是一個比較保守的這個醫療方法 當然比較大的醫療方法 可能就是切掉你的牙齒 然後帶一個牙罐上去 讓你磨得高興嘛 他就說那不然這樣就說 就給你戴一個牙套 白天也戴一個比較輕鬆的牙套 讓你比較不會潛意識的 去磨牙 好了解決了我的問題 所以我從來沒有看過牙醫 但是就這麼看了一次牙醫 好 那我沒有在美國保牙醫健保 我只幫小孩保健保 我從小到大沒有看過牙醫 所以我覺得這個大概不需要吧 結果我上次在我家的附近 做了一個night guard 花了我800多塊美金 一個night guard 結果你看 因為是通緝犯的關係 還有通緝犯折扣 所以這個美國醫生呢 給了我半價 所以我這個今天看牙 整個牙看完以後 再加上做了這個day guard 400塊美金 400塊美金 我想台灣人聽了會昏倒了 就是一萬兩千多塊對不對 在台北的話 你可能碰到這種事情 跟400塊台幣吧 可是真的如果我來到 你來到美國你就知道 如果你在美國沒有保險的話 你看個牙呀 沒有個500塊美金啊 1000塊美金 你是走不出牙醫院的 好 那這是後話 所以我今天發現說 欸 在美國通緝犯了通緝犯的折扣欸 真的不錯欸 真的不錯 好 那我以前只知道說跑路的老大 那所到之處呢 都會可以有保護費可以收 我都不知道說 喔原來啊 我這個通緝犯 老美也買帳了 就會給我這個通緝犯折扣 好吧 我今天呢 跟大家很久沒有出來這個人稍微啊 好 這個我要謎底揭曉 我不知道你們猜對了嗎 這是我形容我跟蔡同學的關係 你們猜對了嗎 謎底揭曉 這叫做 事不兩立 進段廣告馬上回來 國家的司法要強救 未來的幸福一定到 趕趕趕快快快 大家一起來 漂澡理會 習近國悔 I'm staying until the end I'm staying till the end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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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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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